香港的战中运动在今天届满两个月了 那么同样的也就在今天 香港警方以强大的警力 对旺角的占领活动展开了清场 同时我们刚刚也在新闻当中看到了 拘捕了包括学生领袖黄之锋 曾敖辉在内有几十人 那么有关今天一整天的最新进展 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旺角现场的 美国经济记者海燕 海燕你好 你好 是 海燕我们在谈到今天旺角的情况前 我们先来看看就在今天傍晚 香港当局在六点多钟的时候 发布了声明 七名涉嫌在上个月在抗议现场 殴打公民党曾建超的七名警察 已经被正式的逮捕了 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事情的最新发展 对 这个时间以来 一直外界要求警方 尽快地处理警察打人的事件 但是一直拖到今天 今天有结果就是警方下午公布 正式拘捕七个涉嫌打增建超的警察 在此之前这几位警察只是被停职 是 那么海燕现在面对这样的最新发展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在旺角的一些情况 刚刚我们从新闻画面当中也看到了 实际上今天的活动本来是香港的法院人员 要到现场去执行禁制令 但为什么后来会演变成警方的介入 而且直接来进行清场呢 对 在今天上午十点开始 这个清场就是执行禁制令 清除障碍物的过程中开始呢 跟昨天有所不同的是 就是申请方授权人员呢 昨天是比较默默地在那拆 在后头有警方还有这个执打主任 但是今天呢 这个申请方的授权人员呢 都是身穿白背心统一的这个戴红帽 他们开始拆的时候就情绪非常的激动 其中呢有一些是很著名的这个反战中人士 所以呢他们在开始拆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路障后面的占领人士呢 发生口角和争执 其中呢有一位这个戴红帽的这个申请方的代理人呢 手拿这个工具刀呢向这个示威人员挥舞 而且呢另外一个代理人呢 用他的红帽子挥打这个示威者 所以呢从一开始就比较混乱 在进行这个开始清理五分钟以后 马上这个有执打主任就把这个申请方的代理人呢 给制止他们这种行为 反而让他们暂时策后 这个时候呢警方马上就把这个整个 这个路障前面呢全部好了几道人墙 就是警察就接手过来了 所以呢警察就马上开始就发出警告 发出几次警告以后 在十点多一刻左右发出一个最后警告 就是说警告如果这些人不离开的话 马上就以后不再做警告了 就开始拘捕行动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这个好些的就是蓝一的这个冲锋队的这个人员呢 就进入了这个占领区 完了就开始清理这个一些障碍物 还有包括这个铁马这个路障 是海燕 那么是不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学运领袖 学生领袖黄之锋还有陈奥辉 是不是也就在这个时候遭到警方的逮捕 那么警方对他们逮捕的这个主要的理由 还有原因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对也是就在刚开始 就是警方刚刚把那个他们前面的铁马呢 拆开一条缝以后 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带队的便装警察呢 带领一些便衣警察 马上冲过这个铁马 把这个黄之锋 曾奥辉还有几个其他的学生 包括社民联的副主席黄浩明就扑倒在地 把他们抬走完了进行拘捕 罪名呢除了这个藐视法庭罪 就是曾奥辉其他人呢 还有加上这个阻碍公职人员罪 还有这个阻碍执行公务罪 是那么目前这几名学生代表他们被释放了吗 都没有就是他们已经有律师会见了他们 但是呢还没有获得保释到现在为止 是海燕最后30秒时间 我看到在你背后仍然有许多的群众在聚集 那么今晚呢甚至还有在香港 有一些网友说网民说 要到现场到旺角去声援 那么以购物的方式到现场去声援 跟我们谈谈现在今晚旺角的情况 对我刚才在亚邪老街和迷敦道 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 现场部署了大批的警察 不让任何人在这个交通路口停留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个银行中心 就是南西洋菜街和奶路陈街这个交口 这里呢又聚集了大批的这个群众 而且现场呢也有许多这个警察 军装警察还有这个便衣警察 他们在这个在这进行部署 在我的前面呢 我刚才听到有群众的这个呼喊声 现在那边人群聚集了很多人 是好的 我们也请海燕持续我们关注 今晚在香港旺角会有哪些最新的行动 非常感谢海燕 那么有关于香港战中运动的最新发展呢 我们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 也会为您做及时的报道 欢迎您登陆查询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我们下期再见